一口氣 手臥 我叫Louis 大家都喜歡叫我 豪野 大概是04年的時候 那一年我出國留學 我在那裡喝了我人生中 第一杯義式咖啡 從此就喜歡上了 這杯飲品 之后一步一步深入下去 学这一行,做这一行 大部分的咖啡店 在跟顾客的交流过程中 非常的机械化 你从建一家店 到点单,买单 去咖啡 可能也就花个30秒到1分钟 这个过程中跟店员交流 可能也就那短短的几句 而且还是很定式的 很机械式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应该加入更多的一些 对人的一些关怀跟情怀在里面 在我们店里面是没有菜单这个东西 我们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去让顾客间接的 强制性的跟我们的咖啡师 去做一个交流 通过这一系列的交流 我们希望是找出来 你喜欢的咖啡 更希望是打造一杯你想要的咖啡 这个过程呢就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比如说 我们要知道顾客的喜好 他喜欢什么样的咖啡 什么样的充足方式 哪个产地的咖啡豆 乃至于再细微一点 他喜欢酸一点 苦一点 甜一点的 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沟通交流出来的 这样子的话 一开始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繁琐 但是我们希望是通过这个东西建立起来 咖啡师跟顾客的关系 不是简简单单服务员跟顾客的一种关系 而是朋友和朋友之间的一种关系 在这之上 我为你做的一些服务也好 饮品也好 我是为你而做 让他们对这份饮品或这个地方的情感 会大大的去提高